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能从我的文字和声音里找到一份温暖 一份宁静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两性心理学 科学利用二次吸引 让老公一直迷恋你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对于女人来说 能够让男人为自己着迷 无疑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同性相斥 异性相惜 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受到来自异性的青睐 这是对自身魅力的一种变相承认 而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做的任何事情的动力 皆是源于来自外界的认同感 所以让男人为自己着迷这件事 是很多女人潜意识都希望达成的一个目标 但是 任何目的的达成并不是依靠空想主义就可以实现了的 它更多的是需要当事人为此付出行动和努力 由此才能够实现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那么 我们该怎么做 才能够让男人对我们着迷呢 想让男人一直迷恋你 不妨实施二次吸引 何为二次吸引 心理学上的二次吸引 更多的是指一方重新打开自身的吸引力 以此来吸引对方的青睐 与二次吸引相对应的就是一次吸引 一次吸引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第一印象 例如 你们彼此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恰好你穿了一件白裙 恰好你竖着一头齐腰的长发 恰好你那天笑语炎然 恰好你那天都是他喜欢的样子 由此 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 便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以至于过了很长的时间 都没办法忘记 而二次吸引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毕竟人们的潜意识 总是会受到心入为主的影响 人们第一次经历过的事情 很难再通过第二次的事件被改变 由此就需要我们另辟其境 用别出心裁 或者不同于第一次吸引的方式 来重新唤起对方内心潜在的好感 例如第一次你是仙气飘飘 那么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你的打扮可以换成一种可爱俏皮的方式 比如第一次你是笑语焉然 那么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让自己变得安静内敛些 以此来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让对方认识到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多面体 其实二次吸引的本质 是让自己重新掌握主动权 让自己重新选择对方 而非让对方选择你 如何利用二次吸引来构建异性吸引力 在两性关系中 女人常犯的一个通病 就是过度地暴露自己的需求感 例如对方和自己不过是聊了几天的时间 结果自己就已经在脑海里演绎了一段爱恨情仇 觉得此生非他不可 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都粘在对方身上 我们以为这样的举动是在乎对方的表现 其实这是在无形中让对方远离自己 因为谁都不喜欢让自己处于一个 太过压抑的封闭空间下 不急必烦 过犹不惜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太过暴露自己的需求感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需求感的高低是衡量一段感情的重要因素 通常情况下 需求感高的一方往往不会被重视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你的行为已经表明了自己 已经被对方拿捏得当 而人的天性就是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珍惜 因此你越想得到某种东西 反而会让对方想要逃离 因此 这事女人需要做的就是降低自己在两性关系中的需求感 例如减少主动 照对方聊天的次数 例如 对于对方提出的要求会选择性的答应 例如 不那么黏着对方 把时间更多地分配在自己身上 一强一弱的局面 永远都无法体会到 来自爱情的微妙平衡 只有势均力敌 需求感对等的爱情 才会具备最真实的意义 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才能发挥二色吸引的最大作用 任何一段感情都没办法保证它 会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可能当初令你怦然心动的白衣少年 也会是日久天长之后的不休蝙蝠 可能当初那个衣冠楚楚的绅士 也会成为日后生气随便爆发情绪的人 我们不确定当初那个选择的人 会不会一如既往地优秀 或许他们会变了样子 或许他们不会变 但不管结果和过程怎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样 很多女人在面对来自男人给的压力时 会先入为主地让自己变得卑微起来 以为妥协就能够换来对方的爱 其实在男人眼中 一旦你让自己变成了卑微的一方 那么你们之间也就不再拥有平衡的点 张小仙在请坐取悦自己的贵族 一书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人难道不可以偶尔抱着敷衍的心情逾越自己吗 人生是一场秀 我们每个人都在走秀 都有自己的姿态 因此 爱情应该是势均力敌 不分伯仲 这样才能够去发挥二次吸引的最大作用 才能够尝此以往的相吸相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深秋了 天气转凉 大家最近都还好吗 也许有些朋友 最近会感到情绪有些低落 心情有些压抑 但这是很正常的 临床上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感受 不妨试着多去户外走走 闪闪太阳 这可以调控我们大脑中 血清素和褪黑素的水平 从而缓解这种感受 比如 早晨或中午 抽出半小时空档 到家附近散散步 周末探一探隐藏在 城市里的各种笑点 走一走不曾走过的路 或是约上三五好友 到户外去秋游 聚会 当然注意安全 请记住 不论什么时候 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 晚安 祝你有个好梦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 别忘了点赞 分享给你的好友 Facebook也能和阿豪 私心交流哦 期待 与你相遇 到后期 来 你也知不得 感谢观看